最近霍华德正在进行中国型的活动,在活动环节,有人向他提问,谁是NBA现在最难放手的球员? 霍华德表示,是同队队友约翰沃尔。 霍华德和言一出,马上就有人办老账,说他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,还有人说,霍华德成熟了,知道闪禄情商,团结队友,在遗往的历史中,起码霍华德曾说小加索尔,邓肯,姚宁最难放,2011年,还是巅峰魔兽的时候,霍华德就说,我觉得最难放的是马克加索尔, 他却是一个技能投篮,能抵位单打的七英尺一英寸两米石油大汗,他几乎能做任何事情。 2013年1月底,魔兽又说过邓肯最难放,可能与邓肯工房居家有关。 后来,2014年2月,霍华德在火箭打球时候,有媒体问他是最难放,魔兽则脱口而出,休斯对自家的姚明。 数据也支撑这个说法,姚明与魔术九次交手,七神二负,场均得到23.6分10.4篮板,而魔兽场均只有12.2分9.8篮板,完全的碾压。 只不过,霍华德到底是成熟了,还是口无遮拦,他这些年的打球数据没问题,上赛季还有场均16.6分,12.5篮板的优异表现。 但是却被指示更衣是独流,以至于黄蜂想尽办法,也要把他交易到蓝王。 蓝王也对他没兴趣,随即将其买断。 被买断后,勇士曾与他发声传闻,在勇士的几大全明星集体表示反对,好在关键时候齐才给了他两年1100万的合同,使得他有台阶下。 他现在这么称赞对那一哥,难道是投淘报李吗? 他现在这么称赞对那一哥,难道是有台阶段的优异表现。